特區政府就是賈新聞最大的受害者 過去這兩年每一件的工作其實都是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說的話很快就被扭曲、被抹黑 所以我是很認真處理這件事的 在2月4日的行政長官大文會 我公佈了有幾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優先處理 其中一個就是關於一系列這些訊息的發放、起底、私隱的被損害 但是相對於在這個範疇裡面 現在我們會優先有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修訂 因為這個在本會其實在事務委員會討論過 私隱專員也是非常支持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就會爭取在本立法年度 我們會提交那個條例草案 至於有關假新聞或者在網上散播一些仇恨的訊息 我們現在的階段就是在做研究 看看外國的政府是怎樣處理這件事 事實上近年外國的政府包括一些所謂西方的民主社會 它都要處理這件事 如果不是它也很難管治 有些的處理方法集中在選舉的過程 有些處理方法是廣泛性的 是日常它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做這個研究的工作 但是恐怕這個工作未必能夠趕及 在本立法年度可以有法案的提交 是不教會期望的 在有關時全民ctoral地相關的時候 真是非常意識的 所以我們也會記住 我們要心使用這裡的研究 在一起做研究中 我們要不完整